有电影不心慌,我是慌哥 话说这个古董盒子可不得了 是件中国神器名叫许愿百宝箱 能实现七个愿望 外国女孩小漂亮拿到她半信半疑 不相信她的能力 将手放在箱子上 许下第一个愿望 让恶霸女孩大金毛脚底身疮脸上长半 因为大金毛经常欺负她 不仅开车撞她,拿饮料扔她 还嘲笑她父亲是个剪破烂的 果然大金毛出了问题 脚丫子成了麻辣卤鸭掌 大腿和脸上也长了红窗 整个人彻底破了像 男闺蜜一看 立刻给大金毛拍了照片 十分开心地发到了网上 小漂亮看到大金毛果真长了窗 心里却丝毫不慌 认为百宝箱起了作用 回到家里拍下百宝箱照片 想找个中文专家研究一下 但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 百宝箱突然打开播放起了音乐 一首歌唱完 百宝箱慢慢合上 密码锁一阵转动 出现了数字1 这时小漂亮发现 自己养的宠物狗子 却突然笑了诗 他跟着狗子玩耍的线索 爬进地下室 却发现狗子已经惨死 下那儿嗷嗷直叫 父亲听到他的惨叫 慌忙赶来帮他埋了狗子 他拿着狗子的项圈 那儿伤心到不行 为了排解伤心寂寞 他决定和校草谈恋爱 但他在学校是丑小鸭 校草根本看不上他 他再次抱起百宝箱 许下愿望 让校草喜欢他 果然第二天 校草主动开始和他搭讪 还要约他吃饭 他瞬间受宠若惊 压根不知道该咋办 正当他和校草聊天时 百宝箱再次自动打开 密码锁转动到数字二 开始播放音乐 随着音乐播放 一个土豪老人拄着拐杖 走进浴室进入浴缸 脚下一滑 后脑勺砸在浴缸上 当即晕了过去 老人醒来后 想站起身一抬头 又撞上了水龙头 当即没了气 而这个没气的老人 正是小漂亮的土豪叔叔 身价上亿那儿相当有钱 小漂亮回到家 父亲告诉他 你那个土豪叔叔没了气 他却丝毫不在意 因为土豪叔叔的遗产 和他没任何关系 不过他转念意想 如果拿到土豪叔叔的遗产 自己有了钱 就能和校草双宿双飞 他当即拿出百宝箱 许下愿望 将土豪叔叔的遗产留给他 果然愿望再次实现 土豪叔叔的律师打来电话 说土豪叔叔留下遗嘱 将所有遗产留给了他 他一听相当开心 和父亲开着十六手破车 装上几件破衣服和邻居 送大妈到了别 住进了土豪叔叔的大别墅 开上了土豪叔叔的大跑车 有钱之后 他那儿相当膨胀 带着闺蜜开始疯狂消费 买包烫头吃豪华套餐 只要能铺张浪费 他都做了一遍 两个闺蜜跟着他 那儿大包小包往家拿 还放出话 还要和他一起疯狂消费 从这里开始 导演已经将闺蜜 安排上了投胎日程 一顿疯狂消费后 小漂亮有些累 想在家画画赶走身心疲惫 不料面前的白宝箱 突然自动打开 响起了音乐 他瞬间吓了一跳 眼睁睁看着白宝箱 而此时在宋大妈家里 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宋大妈将菜叶塞进粉碎机 粉碎机却不转动 他把头伸进水池 不停按动开关 查看问题 不料粉碎机突然转动 缠住他的头发 瞬间将他拉进水池 他奋力反抗 想关闭开关 但距离太远 根本够不到 紧接着他脚下一滑 只能说使用电器 要小心仔细 不要疏忽大意 这边宋大妈刚煤气 小漂亮面前的白宝箱 突然自动关闭 密码锁上显示出数字3 原来小漂亮每次用白宝箱许愿 都以身边的人 或者动物的生命为代价 所以在许愿三次后 他养的宠物狗 土豪叔叔和邻居宋大妈 都突然死亡 但他并不知道这些事情 还以为白宝箱是个神器 能实现所有愿望 晚上他在睡觉时 再次梦见白宝箱自动打开 里面的恶鬼雕像 瞬间将他惊醒 他睁开眼一看 一个神秘人影就在面前 紧接着神秘人影一个闪现 再次消失不见 他逐渐感觉事情不对 拿着白宝箱照片 找到华人小伙二嘎子 让二嘎子翻译白宝箱上的文字 由于文字太古老 华人小伙也不认识 只能带着他拿着白宝箱 找到文字专家 专家看了一遍 在白宝箱下面 找到了一个女人名字 通过搜索资料发现 白宝箱属于一个漂亮女人 白宝箱被带到美国 从此不知所踪 不过上面的文字 专家也不太认识 只能拍下照片 研究一晚再给他答案 在回家路上 他看到父亲又在捡废品 那儿气得不行 对父亲一顿发火 说家里有几个亿 你却在这里捡废品 父亲却告诉他要勤俭节约 他那儿压根不听 回到家对白宝箱许了愿 让父亲成为有休养的妇人 放弃捡废品 果然愿望实现 父亲成了有品味的人 手拿萨克斯一顿表演 迷惑了不少美女的芳心 而此时 小片梁彻底信服了 白宝箱实现愿望的能力 认为自己的美好生活 即将到来 但他不知道的是 白宝箱再次自动打开 开始播放音乐 这次的目标正是语言专家 语言专家连夜加班 成功破译了白宝箱上的文字 上面写着音乐停时 血债必长 专家当即傻了眼 知道这是一个诅咒 立刻掏出手机 要通这二杆子 奇怪的事情再次发生 天空突然电闪雷鸣 灯泡疯狂闪烁 手机也没了信号 专家立刻走出房间 找到有信号的地方 拨通二杆子电话 刚说了两句话 天空突然打雷 专家手一滑 手机掉下了楼 由于气氛太诡异 专家只能回屋 结果脚下一滑 一头撞向象牙 当场没了气 恰好此时 白宝箱音乐停止 再次缓缓关闭 第二天二杆子发现 语言专家没了气 瞬间下出一身冷汗 找到小漂亮告诉他 白宝箱上的文字 翻译过来是音乐停时 血债必偿 而且专家已经意外死亡 让他赶快处理掉白宝箱 但小片脸却压根不听 因为白宝箱的愿望 给了他亿万家产 帅气男友 他不想舍弃这一切 于是他选择不搭利二杆子 而是和笑草 开始各种秀恩爱 由于撒的狗粮太多 他的闺蜜开始疏远他 他逐渐成了孤家寡人 而他并不害怕 回到家里拿着白宝箱 许下了第五个愿望 成为最受欢迎的人 果然当天晚上 男友约他参加聚会 现场的人全都成了他的粉丝 对他嘘寒问暖 各种贵天 他在舞池中央疯狂摇摆 成了最靓的仔 由于太开心 他睡觉时做了噩梦 梦见了当年上吊自杀的母亲 而绳子上挂着的人 竟然变成了他 他瞬间惊醒 发现面前又是那个神秘人影 这可惹怒了他 手拿二师兄九尺钉耙 追了上去 人影非常灵活 一个闪现消了尸 这时他感觉事情越来越不对劲 来到宋大妈家里 想询问有没有怪事发生 结果刚进门 就闻到房子里味道不对 一转头就看到了 已经没气三天的宋大妈 这一下他彻底炸了锅 知道白宝箱的确有强大诅咒 他将所有事情 坦白给了两个闺蜜好友 黑人闺蜜不信 斜一脚踢在白宝箱上 说就这个破箱子 根本没那么神奇 正是这一脚 白宝箱将黑人闺蜜 投胎的事情提上了日程 白人闺蜜却告诉他 如果你害怕就扔了白宝箱 他一听很有道理 要将白宝箱扔进垃圾桶 却在最后一秒后悔 将白宝箱锁上铁链 放进了通风管道 他骗两个闺蜜 说自己扔了白宝箱 闺蜜很开心 带着他开始玩剧本杀游戏 黑人闺蜜拿着手机 坐着电梯 来到36楼 开始寻找线索 而此时白宝箱挣脱锁链 开始了放音乐 黑人女孩用手机 对着楼道一拍 一个鬼魂突然出现 他迅速按下手机 鬼魂一阵火花带闪电 笑了事 随即女孩坐着电梯要下楼 结果电梯突然停在办公中 女孩迅速打电话给小漂亮 小边两瞬间吓出身冷汗 知道诅咒已经出现 这时电梯突然失控 从36楼飞速下降 一声巨响 黑人女孩当场没气 小边两看着眼前的一切 只能向白人闺蜜坦白 说白宝箱还在自己手上 闺蜜一听 瞬间吓哭 撒子走了人 黑眼不知道该怎样处理白宝箱 幸亏小伙二嘎子出现 拿出一堆资料 开始帮他解决白宝箱的问题 资料中显示 白宝箱被一个美国大兵带回了美国 后来大兵开了家汽球场 赚了一大笔钱 但大兵身边的朋友经常意外去世 最后大兵选择引弹自杀 紧接着白宝箱落入一个油腻中年人手里 中年人迅速报复 但他的妻子和孩子全部意外去世 而中年人也在一次火灾中丧生 通过这些例子可以分析出 白宝箱的确能帮人实现愿望 代价是身边人的生命 而当七个愿望全部实现时 恶魔就会出现 取走许愿人的灵魂 小编类听当即吓哭 求二嘎子帮忙销毁白宝箱 二嘎子把白宝箱扔进火里 烧了三个小时 那种纹丝不动 又拿出大锤一顿猛砸 白宝箱仍旧丝毫不受伤 无奈之下 他只能将白宝箱再次放进通风口 晚上他又做了个噩梦 梦见了所有因许愿去世的人 既然是校草男友 他认为男友监视自己 当即选择分手 男友却很痴情 掏出匕首要自杀 幸亏父亲及时赶来 叫了救护车 男友才活了一命 此时他感到白宝箱太可怕 想扔掉白宝箱 结果白宝箱却笑了尸 他瞬间松了一口气 认为自己摆脱了白宝箱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 他许下的愿望开始破灭 税务局以他叔叔没交税为由 将他赶出别墅 并没收了所有财产 而在学校里 他感觉自己失去了一切 开始想念白宝箱 他找到闺蜜 想和闺蜜聊天姐们 却发现白宝箱 竟然在闺蜜柜子里 他立刻发火 从闺蜜手里抢走白宝箱 一路加速回了家 这时他的内心 已经被贪念占据 再次许下愿望 让母亲复活 下一秒母亲就出了线 他发现通过这个愿望 家里变得很和谐 还有了两个小妹妹 他很开心 抱着母亲不愿撒手 他在整理母亲的阁楼时 发现母亲画着一幅油画 上面正是白宝箱 原来当年他母亲自杀 也是因为用白宝箱许了愿望 此时他才明白 白宝箱找到他是宿命的安排 正当他思考时 父亲正扶着梯子 让工人砍树 他瞬间意识到 这次白宝箱要取走父亲性命 他大声喊叫跑下楼 让父亲远离梯子 父亲以为出了啥大事 松开梯子想保护他 结果梯子松动 工人脚下一滑 油锯砍在了父亲头上 父亲当场没气 他彻底炸了锅返回房间 拿出白宝箱 许下最后一个愿望 让时间回到拿到白宝箱之前 一阵时光转移 他回到了半个月前 父亲正要出门捡破烂 他立刻跟着父亲 来到捡废品的地方 找到白宝箱 放进包里 快速回到学校 将白宝箱交给二嘎子 让二嘎子埋掉白宝箱 还要和二嘎子谈恋爱 二嘎子当即同意 他以为解决了所有事情 结果下一秒 大鸡毛开着车 一下把他撞飞 他当即去了是至此小片脸的七个愿望结束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白宝箱并不带有任何诅咒 诅咒他的是他自身的贪心 如果他用白宝箱许下帮助别人的愿望 并不会招来诅咒 从此二嘎子过上了 拿着白宝箱帮助别人的 无法描述的快乐生活圈局中 让一个人倒霉的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的内心 内心贪婪 自私自利 必然遭到众多厄运 这部电影里增加了很多 咱们中国的文化元素 里面有中文课和中国传统的白宝箱 而更重要的是 里面体现了太极文化 任何事物都有阴阳两面 正如白宝箱 如果你许下的是自私自利的愿望 那么你将会受到惩罚 如果你许下的是天下围攻 帮助别人的愿望 那么你不仅不会受到惩罚 还可以获得名声和奖励 只能说中西文化的不同 必然导致不同的结果和命运 好了 今天电影道就结束了 记得评论 点赞收藏 关注大方电影后 我们下期再见